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他订单多得不得了 他说他现在有1500张订单 对 没错 因为这个航太市场太大 因为现在解封了嘛 各国解封嘛 你不知道 不是 他订单是别人跟他买的还是自己买的 是自己买的啦 因为其实这个航太市场 我应该说到2040年的时候 你全球大大小的飞机加起来十万架 那十万架之前都是欧美这边在主导嘛 所以这四万架里面有22%都是中国订的 所以你与其给别人赚 干脆怎么样 不如自己赚 不如我自己赚 所以他好像说 那该我们自己来坐飞机 所以像刚刚娟姐讲到 他C9号称什么 号称我现在已经接单了 接单1200架 然后呢 未来每年怎么样 每年要交付150架 好 那他的C919到底品质如何呢 因为之前是非好像出包裹 娟姐 其实他 有一次我印象中是他在天气瓶冒烟 对 没错 应该这么讲 就是他现在是不是说他的中国国产自治率 基本上达到60%对不对 其实60%不是重点 重点是引擎啦 飞控系统是不是你做的 心动都是别人的 如果说不是你做的话就像汽车一样嘛 汽车你全部都会做 引擎不会做 但是他说那个发动机是自己做的啊 对 发动自己做的 所以呢 所以在二月的时候是不是首航 首航就冒烟了嘛 冒烟自己做的嘛 所以呢 所以这一次那个是非 这一次那个商转成功 就媒体报道说什么 说这一颗引擎是跟美国买的 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啦 所以呢 所以也就代表说什么 这一次首航的引擎是买来的 是买来的啊 然后自己做的是冒烟的那车 对 这二月冒烟那架是冒烟的啦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那个发动机的技术 跟欧美基本上还存在了 差不多10年以上的那个技术 好 为了这架飞机 中国花了10年薪血 而且这里头还扯到了窃密案啊 没错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嘛 中国的发动机跟欧美差了10年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弥补怎么追上 最简单就是 偷续处 应该说借用一下啦 要借用一下就好像逃退啊 那这个在去年1月的时候 那个中国国安处的处长徐彦 他被美国被美国判刑 被我判刑20年而且呢 入奸服刑 那为什么 因为他主要是在2013年 到2018年这5年的时间 他涉嫌窃取了非常多的什么 喷射发动机的技术 他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我用一个匿名 我用一个化名 然后我成立一个那个幌子公司 就是空核公司 然后呢我就去锁定什么 锁定这些美国欧洲这些 航太的高层 航太这些公司高层 包括奇异这些 我锁定那些高原之后 怎么样 我就邀请你到中国 来什么 来旅游 来演讲 那来旅游来演讲 当然这中间的过程里面 我就包含你什么 你的什么 拆旅费啊补贴啊补贴 我全部都支付你 那你之后人是来中国 我的国安处晚上是会设宴 对不对 设宴甚至说设宴之后 可能还有什么刷刷有的 没有的 在你出去happy的同时 我的骇客怎么样 我的骇客就侵入你的这个 电脑里面 窃取你相关的这些 航太的技术 所以安排他们去吃个玩乐的时候 就去签密啊 对 没错 这么想连续去发电档的 你不可能带着笔电出去嘛 而且中国其实偷 你说抄袭 其实也不是这一次的 你记不记得在1971年的时候 那时候 有一架波音707 从那个巴黎斯坦飞的 它栽在什么 栽在乌鲁木齐的那个机场里面 或者被中国给拆了嘛 对 就是栽在那边嘛 就是逆向工程 对 栽在那边的话 当然美国就很紧张 因为那一架什么 那一架不是说只有运输机耶 它是运军火的耶 那个印巴战争的时候 它是运军火的 那运军火当然栽下来 毛泽东一看怎么样 毛泽东当然快点围起来 围起来怎么样 围起来然后你的空军啊 跟那个航台的那相关人员 赶快去分解长海 然后呢去那个研究这个技术 所以呢 所以就这部话 后面中国出来什么 后面中国出来是不是运辞 运辞这个飞机 据说就是 从这个波音707对不对 逆向工程推 逆出来的 对 但是你操得了一次 你操不了一次啊 其实就美国这边 它发动机技术的那个 是一直在成熟一直在进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说 那个梦幻的787科技 对不对 它那个直线飞行 15700公里 然后呢 时间是16.4个小时 其实这中间也就是说什么 你飞的16.4小时 它中间没有落地加油 所以说它已经创世界纪录了 对 创世界纪录啊 就是你没有落地加油嘛 那没有落地加油 啊 怎么那么厉害 问题在什么 一样是那颗引擎 发动机 好 我们回来讲股价 航空双雄 一直在网上喷出 不特别是长龙航空 我们来看一下2618的长龙航空啊 长龙航空在进来爆出 25万张的大量 对 在今天继续大涨4个百分点 对 其实长龙航跟华航 其实我个人认为 它比较受惠什么 比较受惠那个旅游的部分 你看这个轰轰轰轰轰 连续创新高 对 就连续创新高 而且这个是 这个好像比较偏绿色 现在不是要选举了 所以你会发觉 它长的都比 那个蓝色那一只 长的比较 其实这跟蓝绿没有关系 因为 因为它做客机比较厉害 对 它比较非日本 现在就是非日本 因为什么都蓝绿绿啊 没有没有 它非日本啦 日本这个不错 然后那个 哇 这边它都要去到中国 能不能追啊 人家告诉我 能不能追 能不能追喔 其实当然 我认为你稍微压回一点 再去做卡位 那压回可以买吗 因为基本上它是沿着什么 它是沿着十字线 在做前进 所以呢 像喷出的时候 就是我认为 就是回到十字线 就回到惯性的部分 你再去做卡位 但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后面有40 每年就 潘泰这边喔 其实之前都有涨 但是最近呢 最近都没涨 你知道吗 钱都跑去什么 什么除能啦 最近跑去什么 跑去AI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这边的话 其实我更认为 有些股票压回来 应该是可以留意 比如说 而且准备要投薪做账 比如说像在熔缸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5009的熔缸 熔缸基本上它是 获利还不错的公司 而且你坐飞机 那个特殊缸基本上 就用它的嘛 那去年基本上它是有赚钱的 它赚4.52 然后有配息2.5 可以2块半 所以呢 所以这个质余差不多还有接近5%左右 今年呢 今年预估有5块1 以上 甚至以上 所以今年的部分 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是本一比不高嘛 投信持股蛮多的喔 绝点6% 所以绝点6%的话 现在回到季线的部分 其实我认为应该是有机会